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萌扬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9日星期四 亚洲时间是9月10日星期五 当地时间8日晚上9点半左右 西班牙南部安达罗西亚自治区发生野火 大约有500人被迫从这个地区的度假圣地埃斯托波纳撤离 安达罗西亚政府说当地的地形复杂 救火工作有一定的难度 目前大约有250名消防员正在协助灭火 9日晚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表示说收到了警幕处的通知 律政司正式起诉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等三人 指控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10日他们将在西九龙法院出庭 邹幸彤的律师表示在听到煽动颠覆四个字时 邹幸彤反而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他说如尘埃落定 就来场光明正大的辩论吧 到底屠成责任 该不该追究 一党专政 该不该结束 法新社消息说 美军撤离后9日一架客机首次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起飞前往卡特尔多哈 机上载有200人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 距离9月26日德国联邦选举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 新的民调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没有一个党派占据绝对优势 分析认为 无论哪个党派赢得选举组成政府 都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时隔将近六个月 苏伊士运河今天再次发生货中搁浅 《每日邮报》报道说 一艘悬挂巴拿马旗的货船 在运河的后33英里处搁浅 搁浅的原因当局没有说明 截至到美冬时间9月9日下午1点 全球新登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65万5279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2336万6369人 单日死亡是10205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60万8551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做一个小广告 我们的优乐客会员网站每周将会推出一份电子书 是一周的内容集紧 让您可以一次就掌握这一周当中所发生的大事 不过您不需要花一分钱 只需要注册就可以免费下载 里面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大家 甚至还包括我们一些主持人的桌布等等 每周都会有更新 另外还有很多的好礼优惠要送给网站的会员 将不定期的推出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不要错过 2012年上台执政的习近平曾经说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人们最初听到这句话 很大程度上可能认为只是一句口号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越来越多的事情 就不能不让人审慎思考 昨天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 表示监管并非针对特定行业企业 官方对民营经济对外开放的态度不变 声称最近的监管行动 是为了整顿市场秩序 促进公平竞争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人民日报》是中共的重要喉舍媒体 他的评论基本上代表着中共最高层的声音 从整治互联网企业取消课后辅导班 整顿在线那些游戏和规范房地产市场 再到现在颁布共同赋予这个新政策 中国就像是发生了一场小型革命 从北京领导人的种种做法来看 似乎是漫无目的 毫无章法 但是这在一些观察人士的口中 北京的这些做法被称为叫不拘一格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其中是赞叹还是嘲讽 但实际上在北京这种不拘一格之下 中国像是又走回了50年前那个渔民的文革时代 各行各业 每一个人都是人心惶惶 不知所措 台湾知名网红陈延长认为 中共知道必须渔民 如果人民太聪明了 他的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关于陈延长的情况 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这个人不仅是头脑清醒 而且有着相当的骨气 牛津大学中国历史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认为 北京领导人希望解决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 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中国变得不那么平等 想把中国带回到早期的毛泽东时代 北京大学政治学讲师杨朝辉对路透社表示 习近平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领导人 有着宏伟的愿景 他真正希望作为拯救党和使中国强大的人 而载入史册 使中国强大这个愿景应该是很多人赞同的 作为中国人 很少有人不希望中国强大 但是试图通过拯救党而载入史册这个想法 的确令人瞠目 事实证明中共从诞生到现在 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他带给人们的都是贫穷 饥荒 战争 杀戮和灾难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当中 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8000万 仅仅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各种天灾人祸 那就有数不清的中国人是惨遭涂炭 比如中共病毒蔓延全国 形成全球大流行 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对疫情的隐瞒掩盖 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感染了病毒 再比如河南郑州的大洪水 是因为当局没有预警泄洪 使人们猝不及防最终断送了性命 这样一个罪恶庆祝难输的恶党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他的邪恶 被人们所唾弃 他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已经摆脱不了解体的命运了 这是天意展现 而在天意面前北京却叫旧党 还雄心勃勃 这究竟是雄心还是逆天呢 逆天会有好结果吗 想想就是不安而立的 北京领导人一定是昏了头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 似乎体制内是形成了一种默契 有意把这个问题都归罪到习近平的头上 8月31号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 在今年的11月内要召开中共的19届六中全会 中共官媒报道说 六中全会是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报道中表示 过去100年 中共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声称总结中共的百年是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的需要 维护习核心的需要 从官媒这些说法来看 中共是在肯定所走过的路线 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之后 在习思想的指导之下 中共认为是交出了答卷优异的 那么这就存在一种可能了 中共为了显示具有号召力 而且巩固正当性 可能在六中全会上要推出历史上第三份重要的历史决议 一位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对中央社表示 中共在六中全会研究总结中共建党百年成就和历史问题 看似有一些突兀 但是如果对照中共大规模庆祝百年 而且又面临着外部巨大的压力和内部的诸多问题 中共有可能为现任领导人量身定做一份历史决议 肯定中共当今的路线 不过这份文件未必会被命名为是决议 联合早报表示 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重要的决议 一个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另一个就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 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党内的左倾右倾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 同时为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做准备 第二个决议是对大跃进和文革等进行总结 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两个决议基本上都是对前面的一种否定 带有很强的批判性 如果19届六中全会做出第三份历史性的决议 很可能跟前面这两个决议会有一些区别 杨朝辉表示 前两个决议主要就是解决历史问题 如果这次有决议的话 应该是为了向前看 所以不太可能有反思 主要就是赞扬和歌颂 重点将放在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中共的成就和经验 进入新时代 当然指的就是习近平执政这些年 在中共十九大上曾经提出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 如果六中全会上推出历史决议 对新时代的这个做法进行肯定颂扬 也许在习近平本人看来 认为这是成绩值得炫耀 可以借此来稳固他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扩大权威 同时也可以巩固中共的政权 但是在我看来 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共的问题 都推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好也是他 坏也是他 功过是非 由他一人承担 但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国内外现在有很多人都在使用一个说法 总加速师 意思就是说北京领导人在全面加速中共的解体灭亡 而中共如果推出决议来肯定颂扬 就是在用一种带高猫的方式进行捧杀 这是典型的高级黑 不管这份决议叫什么名字 当这份决议要出炉的话 那就是盖棺定论一样 中共的罪恶都由北京来承担 总加速师依然要背下中共的罪责 前面提到的陈延长 他有一个被网友更熟悉的名字 叫做486先生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当中表示 中共有一套完整的模式 养 套 杀 先挑选社会领头羊 尤其是那些有声量 对年轻人有影响的港台艺人 中共先吸引他们进军中国市场赚人民币 一旦在中国大陆被养肥 一旦习惯赚很多钱 大手大脚 加上感觉声望名声火红程度很高 就离不开中共的狼奶了 这就是很多人被中共牵着鼻子走的原因 从他的这些说法 可以看出陈延长的确是头脑清醒 不过他不是现在太清醒 而是很早以前就对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 陈延长1991年进入了台湾的震弹集团 在基层跑业务 当时有很多台商陆续进入到中国大陆 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很多客户就去了中国投资 还不断扩大经营规模 但是最后在台湾的生意消失了 垮了 2009年 陈延长自己创业了 成立了486先生网络行销平台 目前公司大约是有50名员工 年收入大约是20亿新台币 大约也就是相当于4.6亿人民币 在创业之初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很大 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陈延长非常清醒 中国共产党有一天一定会反扑 他说中国是个人质的国家 中共要你死就死 要你生就生 要抄家就抄家 陈延长说 我们现在看到马云 马化腾 最可怕的是 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变成文化大革命 白色恐怖 现在中国发生很多荒谬的事 开始念红书 习近平思想 取消英文 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英文 就是因为马云一天有段演讲 非常红火 他是个英文老师 第一次去澳洲才知道 中国才是需要被解放的国家 所以共产党知道必须愚民 人民如果太聪明 他的政权就岌岌可危 不能不佩服陈延长 他早就料到了中共 不会白白的把你养肥 有一天一定会反扑 所以他不贪眼前的小力 不上中共的当 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也是他头脑清醒的体现 至于说他很有骨气 这是体现在他不会对中共屈服这方面 他看到一些台湾艺人 为了利益 被中共牵着鼻子走 于是在脸书上就写了一句 我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写完这句话 他的脸书很快被停权了 限制30天内不能发帖或留言 陈延长表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停权了 已经是第十几次了 每一次都是因为思想言论被停权 他自嘲 自己有着丰富的被脸书停权的经验 脸书的情况不用多说 大家也应该有所耳闻 跟中共走得比较近 为了进军中国大陆 脸书配合中共的删帖封号很严重 陈延长十几次被停权 很可能就是在配合中共的行为 但是陈延长对这些没有怕 被停权就被停权 开通了照样自由发表言论 就在这次被脸书停权之后 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 结果在今天早晨 就是9号的早晨 脸书给他的账号解锁了 陈延长说 他恐惧 怕了 脸书如果继续关我 对他们是非常大的重伤害 台湾男星李志正在脸书也写了一句话 我是台湾人 他还特别标记 腰杆挺直往前行 一辈子只活一次 不苟且不歹活 昨天有一名中国商人 在美国被判了实行 定居在马萨诸泰州的45岁秦树人 违法将美国的海洋技术 出口给中共的一所军事大学 被博士顿联邦地区法院 判处了两年的实行 并且将缴纳2万元的罚款 据路透社报道说 海洋生物学家秦树人 2005年在中国成立了一家 青岛领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 专门提供销售科学家海洋仪器 2014年 他通过投资移民计划 跟家人一起移民美国 成为永久居民 也就是拿到了绿卡 美国司法部文件指出 秦树人是通过领海公司 从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 将水价仪器与技术出口到中国 不过路透社引述秦树人的律师 萨拉·希尔瓦表示 秦树人不知道这所大学 使用这些产品的目的 而这些产品也有民用和科学用途 秦树人说 这些产品并不含有最高机密的技术 根据检方起诉书 从2015年开始 连续两年秦树人欺骗美国一家供应商 在没有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 向参与水下无针机项目的 中国军事研究机构西北工业大学 出口水下听音器 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军方背景 早在2001年 就因为国安的因素 被美国司法部列入到了实体清单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要购买美国的技术和服务 必须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 而水下听音器 这是一种可以用在反潜作战的仪器 对美国存在着安全威胁 早在2018年 检方就对秦树人提起了控诉 并且希望法庭判处秦树人7年半的刑期 同时还指控他另外出口了 无人驾驶地面车辆和机器人船 向中共政府控制的实体企业 提供了800万元的货物等等 买家当中 其中包括中共海军的南海舰队 和海军潜艇学院 但是秦树人最终只承认了 向中方出口了60个 价值10万美元的水下听音器 今年4月 针对对他的10项指控 包括串谋违反出口管控 签证欺诈 洗钱和走私等等 他承认有罪 并且选择了协议认罪 我不清楚秦树人是不是真的不了解 西北工业大学的背景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清楚 水下听音器的潜在用途 所以不好使用间谍这样的称呼 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是非常可疑的 2014年投资移民美国 2015年就向中共走私美国的海洋技术 所以秦树人很难摆脱被人怀疑是间谍的嫌疑 我这里不想说秦树人是不是中共间谍的问题 不管是不是 应该说他都是被中共给害了 不过我觉得 秦树人被判两年徒刑罚款2万美元 他应该感到暗自庆幸 因为对他的判决并不是特别重 也没有提到遣返的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 在美国居住即使超过5年的永久居民 如果被判刑一年或一年以上 都可能面临着遣返 如果犯下两罪级以上 也可能被遣返 而对秦树人的判决 没有提到遣返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如果被遣返 那么他当初为了移民在美国的那些投资 都将打水漂 他的家人可能也将受到牵连 就算是不遣返 这次判刑入狱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抹不掉的物点 以后在美国生活 可能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很多的麻烦 我越来越觉得 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灾难这句话 很有道理 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我提醒海外的华人朋友 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特务的花言巧语 不要为了一点小力 为中共做什么事 那将成为永久的遗憾 真的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到时候 中共和中共特务 不会承担任何的罪责 一切苦果都得个人来吞咽 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个事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现在全球大流行的这场大瘟疫 使各国疫苗的效果都在打折扣 原因就是当前的这个病毒 已经发生了多种变异 目前来说主要是有三个变种 第一种就是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 这种病毒有着超强的传染力 中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 跟原始版本的冠状病毒相比的话 感染德尔塔病毒的人 他们鼻子里面携带的病毒 要多上1260倍 第二种是拉姆达 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高度关注的变种之一 在今年7月这种病毒在不断增加 不过目前似乎是在消退 但同样也不能忽视 第三种就是最新受到关注的MU病毒 这种病毒已经在南美和欧洲 引起了一些较大的疫情爆发 有研究发现这三种变种病毒 都可以绕过疫苗 也就是说即使接种了疫苗 也可能会传染 或者是使疫苗的效率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保持心力善良 同时尽可能远离中共 最主要就是内心要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从心里唾弃它 当然了 这并不意味着说不注意个人的卫生 这是无庸置疑的 说到个人卫生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朋友的来信 这位朋友给大家提个醒 来信的这位朋友是上海地铁的一名员工 他知道上海地铁的防疫措施很差 他提到了去年上海地铁10号线 发生过保洁工人用脏托把拖车厢板凳 当时正是疫情期间 曾经引起一片哗然 但是这些做法现在依然存在 而且越演越烈 这位朋友举了三个例子 首先就是洗手液和消毒液 一个车站的公共厕所的三瓶洗手液 到了中午几乎快用光了 有时候保洁阿姨只能是掺水以假乱真 第二个是电梯扶手 每天三次用八四消毒液擦拭 但是消毒液用完了 直接就用清水稍微擦一下 三就是月台上的那个板凳 保洁员为了节约时间 一块抹布一口气擦完所有的凳子 之后才把抹布搓洗干净 这位网友的介绍我觉得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其实也不只是上海 其他地方也一样 大家在乘坐地铁或者其他公共交通的工具的时候 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卫生 做好个人的防护 不让让病毒侵入到自己的身边 在中共对大陆民众的洗脑宣传当中 长征被描绘成了是北上抗日 声称这是一项伟大壮举 其实长征的真相已经被不少历史学者给揭穿了 并不是为了民族存亡的伟大壮举 而是中共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溃败逃亡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 我们来看看外国人笔下的长征真相 跟您分享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双斜线沐阳朔.com 还有一个是 http-双斜线yulucky.biz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为我们点赞订阅 并且尽可能在视频下方 分享您的观点 跟我们一起互动 同时也希望您帮我们 把频道更多的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 听到我们的声音 看到我们 感谢您的帮助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